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天 那现在早上已经快到11点了 等一下11点的时候 就是要一起上这个降临环的课 准备跟大家一起点 这个圣诞节的第一根蜡烛 那我现在再吃早餐 今天的早餐是我那天买的柿子 跟苹果 不过我高估我的适量了 所以这有点太多了 再加上草莓 优格 点好了 点了第一根蜡烛 我刚刚降临环的课结束了 那我现在想说可以先来 和个面团 这个面团要等一个小时 所以我先和好 等一下去找同学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直接来擀面 一个小时的手 找到那边 老板 我们先刚刚刚把夹子 那边夹了 你怎么这么多 你这个食用 最好 像鞋子 水 油 油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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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做成水餃瓶 那就嘎嘎嘎 到了我同學做的這裡 這有電梯的這一種嗎 前面 這裡就是我剛剛也想吃的地上 那這裡看起來就是跟網站上的一模一樣 這邊好像都是單用房 那我剛才做的它就是試著一間 這裡看出去就是那一看 風景感覺不錯 我覺得這皮真的蠻成功的耶 撈水餃的時候就會有這種生意 真的很實耶 對吧 它粉質嗎 香菜豬肉 再加一個蝦子 好了 第一個包很好看之後 你吃人家就不好看了 你說只要有一個包好看就好了嗎 這個好成功喔 怎麼會這樣展示一下 登登 這個叫做一零的 一零型 就是它很像一個一零 進到肚子裡 它們有一樣的解決 它每天都會這樣綠綠的 無法的 沒有關係 香菜太太 真的變包子耶 而且我們還以為說 我們的麵皮 麵就已經是有加菜脂之類的 就是健康麵皮 說不定是藍色的樣子 這是包包的水餃 玉米豬肉跟香菜豬肉加蝦仁 還有我們那天做素包子的餡 就是正在發酵的麵團 這是正在發酵的麵團 大家 我現在回到宿舍了 給你們看看我剛剛包的水餃 我們今天最後就是一人得到 36顆的水餃 這是我帶回來的 那剛剛在我回來回宿舍的路上 有一點東倒西歪 所以有一點撞歪掉 然後這個已經破了 超級醜的 但這一盒很完美 對所以就是 這個綠綠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那個香菜一直漏汁 所以這個就是香菜豬肉蝦仁 那另外白白的就是 玉米水餃 玉米豬肉 那我剛才就是撒了一點麵粉 現在要把它們放到冷凍庫去定型 應該就是明天就可以把它裝到袋子裡面了 我覺得其實包水餃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難 我原本以為會很複雜 但是其實還好 只是我剛才下午包的時候 我在準備那些肉餡 還有擀那些麵皮 有點手忙腳亂 就沒有錄到太多 嗨大家 我剛才出門一趟戴了帽子 我每次戴帽子之後 我頭髮就會自己變腫瘋 覺得很好笑 我今天主要是要來跟你們講 我剛才去診所看醫生的事情 嗯不是我生病啦 就只是因為在德國這邊通常 如果你有生病或是受傷幹嘛的話 他們就會先去家庭醫生 或者是叫全科醫生的這個診所 這個醫生就會先幫你做初步的評估 如果你有很嚴重需要再去專門的科別的話 他才會幫你轉診 通常就是需要來了之後 先到你家附近的醫生那邊見檔 所以我今天就是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超猛的 我就是昨天下午打電話去 然後沒想到今天就預約到時間 因為通常在德國好像 聽說他們預約這個termin 通常是要等很久 反正我就是預約到隔天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去了 我覺得那個醫生人很好 他就是一個看起來應該是60多歲的奶奶 他也很親切 他就是看完我的健保卡 確認我的名字 確認完之後 他就請我到他的診間去 一進來他就跟我說他在那邊習慣 大家把口罩拿下來互看個疫苗 然後馬上帶回去 可以看到臉啊 感覺會比較良好 所以我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打招呼 那因為我之前是聽說 在這邊如果你有常要去爬山或是健行的話 就是在難得這個地方 會有一種叫做check的東西 他會咬到你 就會不太好 所以我今天就是主要是要去問他 我想要打這個check的疫苗 沒想到今天就立馬可以打第一劑了 所以我現在就已經打好了 就是這樣子 他們這邊打疫苗 好像都是貼的這種 有點正正方方 我可以繃就不是像我們那種很長的 這不是重點 對 所以打完了 我今天還花了五歐元拿到一個疫苗本子 就是這一本叫做國際的疫苗本 在德國這邊打疫苗就是會都有這個本子 他也幫我把我的corona的疫苗紀錄登記上去了 之後我還要四到六個禮拜之後要去打第二劑 再來半年之後再去打第三劑 然後就會有完整的保護了 主要就是這樣 喔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醫生他會講 就是德國人嘛 所以會講德語 那他還會講英文 但其實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幫助啦 因為畢竟我也沒有用英文看過醫生 所以他發現我德語聽不懂跟詞之後 他用英文講再講一次 可是問題是那個就是醫學專業的名詞 你就算用英文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啊 另外說的就是這個check疫苗在這邊 應該是保險給付的 我覺得自己超猛的 雖然在這裡看醫生呢 雖然就是會談啦 我就覺得啊好厲害啊 覺得自己很厲害 今天是12月1號 所以我現在要來 拆我的聖誕降臨日曆的第一格啦 不知道今天是什麼巧克力 那我現在就來拆 哇聞起來好香喔 第一格在這裡 嗚 哇是我最近很想去的 好可愛喔 欸不對這是直排輪 我以為是溜冰鞋 小小的 溜冰鞋 不是不是溜冰鞋 直排輪 喔看到這個 我最近真的很想去溜冰 然後我下星期三要跟我的 在這邊新認識一個台灣朋友 跟幾個德國人一起去溜冰 喔超期待的 那我現在就要來吃了 嗯 是像劍達那樣 就是裡面是白的 外面是黑的 蠻好吃的耶 不過真的蠻甜的 我現在才發現 它這個背後有透氣的洞洞 然後它這裡還有寫這個 上面是德語 這個就是Glucan 就是鈴鐺 那這邊就喝小鈴鐺可以讓你找 那我剛才查了一下第二個 這個是法語 然後再來是荷蘭語 還蠻好吃的 就是真的還蠻甜的 但是 現在這個月 一天吃一個巧克力 就會很幸福 因為畢竟我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外面的天空 就是最近進入冬天之後 每一天的天空都是長這樣 這個顏色 就這樣揮揮在歐洲的冬天的樣子 都沒有藍天 所以 有巧克力應該會快樂一點 難怪它蠻好這種東西 只是為了等那個聖誕節嗎 詞曲它很動ще 主要 98.7.5、2、3、7、4、4、15、2、12、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